一戴打 tenho 哈囉 我是莉 我是Amy 我們今天要來談 日本職場 耶 雖然不是什麼 值得開心的題目 話說過 講女性上司 在那之前應該要先講一下 對對對 就是因為日本公司不會辭掉別人 就是他主要就是一個 無法解雇 終身僱傭的 這台灣人很難理解 但是基本上就是沒有解雇這件事情 所以就會產生非常非常多的忠援 對 而且他們就是我覺得台灣人 他們可能會比較喜歡取巧但聰明的人 可是不喜歡笨但是努力的人 可是日本相反就是他們對於努力的人的評價是非常高的 他們很喜歡瞎忙的人 對 而且因為他不是靠著實力來取勝的嘛 所以只要是前輩就一定要尊敬他 我覺得這點也是 但應該你比較尊敬啊 我都沒有在尊敬錢貴 對 就是看人啦 然後還有看你進的公司 就是我本人還是很尊敬前輩的 希望前輩不要看到這個 然後我們今天主要有兩個主題 一個是 呃 就是女生 日本女生 所以你沒有跟他們講螞蟻的故事嗎 喔 我要講 你覺得要講嗎 好 不用 好啦 就是螞蟻 就是這三分之一 螞蟻這三分之一 不是 因為其實就是在日本 這場也有一個都市傳說 就是其實只有尼瓦利 也就是百分之二十的人有在工作 真的嗎 這我到時候是知道 我算量百分之八十人就是 就是有 那比螞蟻還差啊 對啊 喔 對對對 因為研究只差 螞蟻呢 就是 三分之一的螞蟻其實是沒有在工作的 但是很好笑喔 如果你把 就你把這個蟻群 減到 它原本的數量的三分之二 就是你把三分之一的數量減到 它還是會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工作 是 基本上呢 螞蟻就是被設計成三分之一的人不工作 有一些時候發生大自然災害 比如說螞蟻 對螞蟻的時候就是被 窩被血淹啊 或什麼的 它們要趕快搬家 或被風吹到什麼的 所以 這個時候不工作的螞蟻也會工作 但是日本如果真的只有八成的不工作的話 那 就是真的比螞蟻還好 難道我怎麼覺得我好像工作很多 對 因為畢竟一個人要分擔很多 因為只有20% 對 如果是 再講一下你自己的理想上司 喔 它上司很理想 非常 非常難得 但也要講什麼 我們就是 因為其實日本的上司啊 很多都是管 就真的只是管理 沒有就是給你一些建言或什麼 而且他們的管理又很難 沒有用 就是可能 只是會介入說你什麼時候造公司啊 造本宣科啊 對對對 但是我現在的上司就是 因為他是一個事業家 所以就是他會 給你一些很具體的建議 或者是讓你有一些思維的 思維的線索 但是 思維的線索 對 所以他家就可能會跟你說 比如說他之前的案件是這樣 或他之前做的事業是 對 是因為這個 就是他注重某一個地方 然後他成功 但是因為每一個事業都不一樣嘛 所以他可能會跟你說 他怎麼去想 或他有哪一些例子 但是你可能得 就你自己做的事情 去做一些思考 然後他完全不管我直接去公司 也不會管我有 就是 有沒有 放假啊 什麼 可是你那個禮拜六 但是因為他充滿了熱情 所以他就是會 禮拜六禮拜天 不斷的跟你聯繫 所以你不回他都OK嗎 所以他也不生氣 對啊 不回他也OK 就是他就是 滿腸的熱血要梳房 對 然後通常都沒有要理他 然後你偶爾理他一次 他就會覺得 他會給你更多的 然後後來就是 我們的團隊裡面 有在討論這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 回他一個 他可能會回你十句 所以就是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 就是你有其他事情的時候 你可能要放個 請不要回他 就放個幾個小時之後再回他 他可能就會 發現說沒有人要回他 對 但不過他本人還蠻好的啦 就是 如果你真心想要做好一個事業的話 是一個不錯的事情 這樣很難得 對 對 我覺得 真的像你所做到的 可能都是比較是 管家型 要不然 我以前有陣子很賞心 我覺得 上次要嘛就是廢物 要嘛就是見貨 廢物跟見貨的不同 廢物就是 沒有什麼 就 沒有作為 可是 也不會害到你 然後見貨就是 會想作為 但是危害人間 那見貨 大家都很討厭 對 但大部分 其實我覺得身為一個下屬 一個視點很容易就是變成這樣 因為 很難 因為他們有他們的事嘛 所以我自己本身來說 你其實要不要擋到我 我其實是OK的 但是有的人如果他違背坐呆的話 就很容易被先領 違背坐呆 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難過 因為這樣就會讓你 然後再加上 日本人他們都會對你說 其實大家都不想要往上爬 我就是想要回報我爸媽的養育圈 可以 你媽看我會哭 我完全會哭我覺得 然後 我覺得如果你要給我 我想我會願意試 我雖然覺得我沒有很適合 可是我會願意去試 我會想要去發揮我的功效 可是我覺得 因為 大部分人都不想 所以當他們上去的時候 就會變成 他盡量不要讓下面的人 有太過麻煩 那這樣也好 那跟你說他就是有時候 有可能會比較 擋住 其實他可能會有一些 他可能會不想要太承擔的東西 對 那就是飛舞的定義啦 就是 如果我是一個比較 那個嘴巴壞 但是 如果是那個 賤貨 他其實就是比較 他是為了想要往上爬才這樣 所以他就想要樹工 那他想要樹工的時候 通常他又沒有那個 他又沒有那個能力 他又沒有那個能力 所以他就情號踩下樹 對 所以我覺得 這個其實是 結果論 也沒有說 那當年我 之前我就有點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 可是我覺得日本 廢物比較多 廢物比見貨 可是我後來覺得廢物 廢物算了 廢物好 廢物比見貨好 廢物很多啊 就是 所以我們剛剛在聊天 我就覺得好像 我其實沒有遇到很爛的上司 但是也沒有遇到你可以尊敬 因為我都覺得這些上司 就只是 可能比你久而已 對 但他們也沒有特別厲害 對啊 所以現在就一直在給他們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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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